所以我對這個家福假日酒店 以前叫做Harday in Harbour Will 是充滿感情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麼巧合得這麼巧 在34年後 我再在那裏再做一個talk 又是在那裏廳 當然我現在不記得是誰聽 去到走回那條舊路 可能那些記憶就會湧出來 所以記住是11月9日、10日很快 下星期六和日 這次除了MMH即場報名之外 大家還可以接觸一些1200至1300呎 百宗或100萬港幣 包括裝修 5分鐘就可以在新社區過到新加坡 其實新加坡六成人 根據六成人都希望退休會過來 賣到新加坡的物價 連陳博都叫我 陳博我給他看 不知現在裝他們的節目 我叫他 到時我去的時候他會過來 他沒有 officially發布 我可能會有發布 我們有幾天陳博 現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 當然比香港舒服很多 為什麼我會這樣介紹呢 一個其中一個project 第一是IGM 第二是佔地700多毫 700多毫是甚麼概念 一帽是一個足球場 一個標準的土地足球場 700多帽是多大的地 它本身的規劃 我是看過了本身的藍圖 但是最後 它們為了更加低密度 就轉移了所有東西 於是在700多公里的工程裡面 全部都做了獨立屋 還有一個Clubhouse 但是有一棟已經計劃了 繼續保留一棟 就是說整個屋苑只有一棟公園 就是說供應是沒有的 就是一棟公園 就是這麼少的單位 然後這樣的價錢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它是未正式完工 在馬來西亞 你完工的時候 你根本當它是完工的時候 有層樓的時候 已經可能是升至我自己的感覺 可能是升至20-30% 而且你可以自己住 它是租給別人 因為很多人在新山租樓 因為在新加坡上班 是 在新加坡上班 然後下班就過來新山住 這個是全新山裡面最大型的項目 最名牌 IJM裡面一個這樣的項目 你想想那邊打工的人 會不會租到House呢 所以我覺得盡可攻退 如果不然我不會介紹到這些盤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我手上資金不多 首先我再說多一次 MMEH跟買樓沒有關係 買樓只不過是 你自己作為一種投資 還有我賺多些用 就是跟林康正 但是MMEH 反而是沒有這個requirement 你們是不需要的 我仍然覺得 大家是不可能不搞MMEH 特別是我們知道 全世界各地的移民條件 不要說是柯克 是這麼辛辣 除了錢之外還有時間 台灣真的要過去 而大部分香港人暫時 未必死到現在的工作 MMEH是一個最好的 士啤胎方案 我覺得大家要盡快報名 11月9日10日上下兩場 即是你WhatsApp的時候 9日A 即是上五 9日早場 9日OK的 到時跟大家見面吧